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在一個這麼冷或者這麼陰濕的天氣來講 無論你說香港的政局 甚至是全球的政局 都像香港的天氣一樣 是挺變幻磨擦的 但我想未講到香港政局 又或者未講到環球政局之前 有封信跟香港和內地關係整合有關部份 或者先請長毛讀了封信 其實這封是Louis 大家都聽過他的名字 是我們的粉絲 他這封信是給規劃署的 他就說要求將環珠江口移居灣區 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規劃公眾諮詢的諮詢期延長 他下面就這樣說 環珠江口移居灣區 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規模龐大 影響深遠 但完全缺乏宣傳 達致廣泛諮詢本港市民 故此要求將諮詢期延長至半年 即延至2011年8月10日 而非現時的僅僅一個月 即是2月10日截止 即2月10日已截止了 本人亦反對環珠江口移居灣區 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理由如下 第一 此計劃涉及香港特區管治範圍 澳月政府參與香港特區發展計劃及施政目標 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二 制定此計劃的過程中 港人參與極其不足 從意見收集 以至選派代表大埔市民存不知情 完全漠視本港民意 三 此計劃將香港特區由經濟產業 交通基建文化歷史 以至環境保護全方位角度概括 為香港特區發展作政治定性 局限香港特區經濟民生的自由發展 矽化香港收縮本港 作為中國唯一真正國際城市的功能 四 此計劃籍旅遊及基建 將香港特區邊境模糊化 原本在香港特區境內的環境保護守則 將被內地粗暴發展手法所取代 本港鄉郊環境勢必被破壞 這封信送給全體立法會議員 香港電台友善新聞 誠請上述及議員及傳媒跟進調查 就是這樣 Louis寫給所有人 剛才你說到這件事 其實在農曆申言之前 在Facebook網站裏面 都有人提過 其實特區政府或同內地政府 已經有一個默契 就是跟著香港 譬如說10年裏面 究竟整個香港的城市發展 如何和內地整合 所以其實為何有一個計劃 用國內術要出台 就是這個原因 還有整個計劃裏面 其實我自己上網看過整個計劃 基本上都是表現一些很美好 很正面的一些圖像 譬如說 我剛才還記得之前說到反高鐵 所謂一小時生活圈 又或者甚至香港人移居到內地 其實香港人的生活 又或者甚至現在有人 甚至會說到內地人 將會在未來的日子 移居到香港生活各樣東西 當然其實對整個香港的自治 或者一國兩制 其實我們不能夠完全 當作一個城市計劃去看 而應該很大程度上 譬如說整個發展計劃 究竟香港的位置在哪裏 當然香港人在整個發展計劃過程中 是不是一個被規劃的角色 各樣東西其實都 很多時因為政府用一個 這麼離譜的方法去做一個所謂諮詢 打算得過且過過了去 而很多人後來發現到 都有很多人批評 其實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融合 就是一個新的課題 其實我相信人口的流動 將會像資本和其他物流一樣 會加劇 換言之就是香港和內地之間的交往 以至到融合會逐步逐步迅速起來 大家回到大陸 其實都不是一件新鮮的事 很多人都回去的 你去大陸 當然你不能說你去規劃大陸 大陸的規劃來迎合你 以前在東莞 為何會充滿了港商 或者很多在香港已經沒辦法做的行業 或者污染性行業 都拿到大陸去做呢 香港人從來不說這些 人家規劃自己去迎合你的時候 算是不斷看一看 其實關鍵是甚麼呢 我覺得你與其說香港被人規劃 那大陸的人被人規劃是怎樣計算呢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問題 當我們希望用一國兩制 去保障我們自己的時候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 是否真實際 其實我都會這麼想 一國兩制的意思是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 各位 一國兩制的意思是 大家看看基本法 就是在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原有的制度是保持 其實那些是一個基本制度 其實沒有說到所有東西都不變 一國兩制 香港繼續保留資本主義 事實上是 大陸不在殺人社會主義也是 只不過問題是大陸殺人了資本主義 即是跟香港越來越近 資本主義的制度 那個貪婪性 那個壟斷性 略奪性 略奪性 是一致而已 你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了解整個問題 所以我想其實看整個問題 有很多契入點 剛才長妹說到 究竟從整個香港同內地規劃 去看一國兩制 究竟很大程度上 我們放回基本法那些條文下去 究竟我們想一國兩制是否一種 我不敢說自己欺人 但會否用一種很消極的方法以為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你把問題拆開來看 大陸去規劃香港 或者它的規劃涉及香港的時候 香港人有沒有足夠的民意認受的政府 去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現在顯然沒有 所以大家在去年或以前的階段 對爭取普選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今天就沒有辦法了 譬如交姐這樣說 這個五區公投的時候 你有五十萬人出來投票 都不是一百萬 都不是一百五萬 現在再遠都太遲 因為大家不出來投票 不響應五區公投的運動 或者響應其他的政治運動 爭取普選 或者是爭取這個 我們政府是受監察的話 現在再講一期 其實很簡單 現在講法制上 我們看不到有甚麼問題 根據現在的制度 你叫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是不答應的 這個特區政府 既然是由大陸去欽點 由香港這班功能團體組別的權貴去選選 那有甚麼計 所以分回到政治現實 即是基本 你之前不出聲 你不去展示你人民力量 現在人家放你上台 人家逐筆逐筆設理 你還可不可以 所以我想很多事 這個世界都是有因有果的 如果你看回計劃 就算我不講詳情 你看回香港人本身 你自己的心態 其實香港人在自己那裏都是這樣 西九為何大家會支持他 一樣 香港的規劃錯的時候都沒有人反對 我自己覺得當一個地方的公民或普通人 覺得他有沒有政治權力是無所謂的時候 你一定是其他權力都受到剝奪 政治權力最簡單地說是決策權 你經常說為何不諮詢我 其實諮詢你有甚麼意思 決策都是他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不過你說諮詢的時候 大家可以知道多些事 以及講出意見 令到他的決策 如果做得太離譜的時候 是受到一定的制衡 其實最後來的決定權 都是那幫權貴 他諮詢你有甚麼所謂 所以當然你說諮詢 我想你一個作用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起碼引起相關人士關注 或者如果說得自欺欺人些 你原本被人打十巴 現在被人打十巴 就當打個折頭 沒那麼慘 其實你現在香港的企業回大陸做事 例如我舉個例子 當然我們不會說太過… 我們如果作為一個政府 去叫別人做事 實際上就不會 但我們財團一樣回去做事 深圳有港鐵 北京有港鐵 現在有條線是港鐵管理的 有十一個站的又開 你從某個角度說 我們都是影響大陸 問題是香港人覺得影響大陸沒有問題 他們下來我們就影響他 我們有些財團上也影響一下他 那關鍵是在於甚麼呢 大家不覺得香港的改變 其實香港整體上 一個根本的改變 其實一定要大陸本身有改變才可以改變 其實大陸的改變正在改變我們 我在這節目講過很多次 在2003年及較早之前 大陸想都沒有想過這樣做 他想到也做不到 第一他沒有甚麼財力 即是說他在90年代末期 開始累積的官僚資本 或者是民營的資本未夠龐大 這是自己來的 他怎樣做呢?他做不到 現在他之所以規劃 你除了在政權上 在政治的權力上 或者在一個法統上 他覺得香港是一國之中 其中的地方去做 第二就是財力、物力 財力、人力、物力 是 這個本身來講 香港人又不太反對 香港人反對沒有好處 我覺得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起這條高鐵有甚麼問題 早一點 回去近一點 快一點 我覺得香港人 這種市會和鄉縣的態度 一人不改變 當然是人民再割 所以很大程度上 如果我們看節目的觀眾 或聽眾 大家都心裡有受 但也有一大堆 沒有看或聽這個節目的人 對他覺得 就是學富商 拿到盡 但這個世界 叫等價交換 你以為你自己拿到盡 其實你被人拿到盡 都是一樣道理 其實那個問題是 中港資本的融合非常快 你中有我中有你 其實大家一向都 如果有空 按過財經台去看 九倉又或在裡面 買土地儲備 喂 你沒有買別人的東西嗎 你沒有影響別人嗎 是嗎 但剛剛你說到那個影響 當然我們會說 香港影響到內地 有一些基建 可能一些管理上的東西 但內地在香港 其實是非常明顯 譬如說之前 內地資金來香港 令到樓價退高 又或是剛剛有朋友 在浸會醫院生 他們說基本上 在浸會醫院 沒有香港的產庫 全部內地產庫 明白 香港作為一個 提供大陸人的一個 消閒或後備的服務中心 你很清楚這個趨勢 由炒樓 炒股票 炒金融 下來買奶粉 買奶粉 全部都是這樣 這個就不用 不用 有什麼 其實 你總之 你不可以只是拿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可以只是在別人那裡拿 別人會在那裡拿 第一 第二 如果你說香港人大問題 大陸人不大問題 大陸人整個廣東省都被人規劃 現在 大陸的圈地 那些是什麼來的 所以其實香港人 不能夠獨善其身 這個是張張明顯的事情 如果大家覺得 在這個 香港五十年不變 資本主義制度不變 你一定不不變 他都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不變 如果大家說一國兩制不變 那個潛台詞就是 所有事情不變的時候 共產黨跟你說 那為什麼政制要變 是不是 還有兩件事 其實都很有趣 剛才說了 就是基建規劃 但如果有些人 最近留意到兩則新聞 譬如說中大想在2013 或2015年 想在深圳開分校 但實際上其實有很多本地大院校 已經有計劃想著在內地開分校 另一樣的其實 就是大家知道 就將會有十二五規劃 甚至現在有一種論述就是 香港是要透過自己本身自身的優勢 是希望為十二五計劃作出貢獻 那你無論從話語的角度 或者從實際上 某一些譬如說大的財團 甚至大學的角度 去到開拓內地市場 你將整個畫面 整個圖像 大家嘗試整合一下 你會否發現一國兩制 想著獨善其身 就是說 我有我河水 你有你井水 大家互不侵犯這種想法 是否真是很天真 其實美國跟香港是完全沒有關係 但美國影響香港 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在全球化的角度下 不過大家值得去考慮的就是 值得去說的就是 香港的所謂自治的喪失 這個大家又不想自治權喪失 又不想爭取普選 我真是看不到 因為普選本身最起碼來講 就是說香港的政府 因為普選而不能不去應酬香港的民意 如果連這件事都不做 我真是看不到 我想都不會怎麼做 爭執權都快不玩了 那一年後當然是 不就是說普選的特首 如果說不是普選的特首 所以整個關鍵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不是全部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政府是由少數人操弄 少數人操弄的政府 當然是為少數人的利益做事 少數人又跟大陸的少數人 有千絲萬勒的關係 大家做生意 大家在中港兩地一起去壟斷 都有千絲萬勒的關係 你怎會定得住他們之間的合流 很簡單 在大陸他又跟地理一樣 你給一個政策 我又在上面給一個政策 你誰知道嗎 大陸是這麼大 這些多餘牛毛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 無論是2011年或2012年 你說這個趨勢繼續下去的話 很多人都會覺得 會不會香港真的被大陸吃了呢 當然我們就這樣說 吃了當然是很概括地 有些人覺得是誇大其事 但是如果香港人都慢慢發現到自己本身 不要說優勢 連自己本身的自主性都慢慢已經越來越小 再沒有一些很具體的行動 或者具體的聲音發出來 我相信一國兩制最終 如果我用黃單說法 一國兩制失敗 與其而我們說是內地很粗暗地去干預 倒不如你作為香港人 你自己有沒有好好捍衛一國兩制 那這個才是整個制度完結的關鍵 這個可以這樣說 其實中港兩地的人 對自己面對的不公都不敢出聲的話 譚河說是一個淺權互相 即是兩個地方的權貴有錢人 在互相勾結剝削的時候 哪有反可能 即是香港人、內地人 連埃及人都不如 所以我想回答完俊傑、劉威斯封信之後 或者可能我也剛說到 即是香港現在好像似乎整個氣氛 當然一方面我們見到社會對 可能是對特區政府 或者對一些官生勾結不滿仍然都是存在 但是似乎又好像未成一種很大的氣候 可以推動其他人去做一個比較持續性的 就是改變政府的一個趨勢 但是大家都有留意到 就是其實在過年之前期間 埃及出現的民主運動 最終是能夠將穆巴拉克 這三十多年的獨裁統治 是將它結束了 而最終也是令… 當然其實現在埃及局勢 仍然都有未明朗的地方 譬如說軍方現在接管政權 究竟軍方的態度 究竟會否保障埃及本身的政局穩定 而順利透過舉人大選 將權力和平轉移 還是官人利用這個時候 乘機乾淨奪權 而令到埃及走入一個獨裁 帶來了一個軍人統治 不完美的一個結局 你在中東裏面有一些是 伊斯蘭的政權 伊朗 或者是伊斯蘭的信徒 或者他的教義可以左右到一個國家的發展 和政治生活 埃及本身是一個逐世的國家 它是有伊斯蘭教 但不是正教入一 這個模型略始於未革命之前的伊朗 所謂革命 1979年未革命之前的伊朗 其實是相同的 美國在波斯灣中東 或者北非的部署 一些重要的城市或者地區 一定會霸佔 埃及怎樣插 埃及本身是 英國殖民地 這是一個文明古國 根本要目忘的國 即是沒有 當然這個民族主義運動 因為它有歷史的根據 有文化的形同 很快會形成一個埃及共和國 埃及共和國 怎樣形成呢 就是皇帝被人推翻 1952年的政變 現在的勝利廣場就是紀念那場政變 其實非常相似 伊拉克也是 有些西獄證券 是去為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服務 唯一的不同 就是其中一個 看上去是反過來的 就是巴列維本身為美國服務 但是後來被人踢走了 就代資伊朗的高米利政權 我們看回中東的形勢 其實一句話說 就是噴夫的原船都相當厲害 因為他們是大部分 是靠賣他們地底的資源去積累 或者賺錢 這個這樣的環境 只會是益了那些有錢人 因為你單一的經濟 它控制了資源就可以了 所以好像埃及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它自從在60年尾的以外戰爭之後 就已經要收皮了 代資伊朗的就是 其實中東經歷了一個分化過程 大部分世俗性的政權 就是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 除了敘利亞之外 最理解真主黨當然跟蘇聯的關係都不太差 其實伊拉克初頭政變之後 跟蘇聯關係都不太差 因為其實伊拉克薩達姆 也是政變上台的一個軍人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美國的戰略部署 到今日來說支持一個保守的政權 作為它在中東的旗子去幫助以色列的存在 以至威脅地區裏面的反美力量 基本上現在不存在已經散了 剛剛你說到的情況 好像冷戰時期 其實美國負責一些 譬如南韓、台灣、南越 這一群親美 但其實可能實質上 它是用一個獨裁統治 作為管治政底的一個政權 但其實美國政府都想不到 就是你支持一個這樣的政權 最大的代價就是 這政權其實會帶來一個政局的不穩定 又或者其實如果這政權不能夠解決到 人民內部矛盾、經濟問題各方面的話 其實最終美國這個期指未必真的打得響 你見到80年代民主化浪潮 台灣、南韓或者去到70年代早期 就是南越政治發展 這個80年代的民主浪潮 和美國和英國在國際舞台上 在世界獻賓的角色是 體內是不可了解的 其實是不可了解的 因為在70年代尾的時候 這個烈根主義和泰卓爾主義 其實就是要在國內做行一個緊縮的政策 即是說將社會福利或者社會服務的支出減少 就削減工會的權力 意思就是工會不可以代表工人進行這個議價抗爭 還有就是擴充軍備準備對付在世界各地出現的革命 不過中間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看見整個轉移 在亞洲和美洲因為它要擴大市場 那些獨裁的統治對它相對來說不利 尤其是亞洲 亞洲因為養肥了 亞洲四小龍 這個四小龍造成的市場 或者造成那波的湖 是影響成為亞洲 所以它是覺得 如果重新跟軍事的獨裁去統治 跟軍事的獨裁者去交易 其實不著手 因為你對於那個地區已經累積了財富的剝削 是不能有效進行 因為你一定要打一個市場 令到更加多人可以消費美國的產品 包括美國的金融產品 所以這樣做了 但是在拉丁美洲 因為有一個革命的狼潮 它是停了的 即是它在尼加拉瓜、薩爾瓦多 尼加拉瓜這個革命 這個沙特地諾陣線革命成功之後 它非常敵視它 到了沙特地諾陣線成功之後 四年在這個薩爾瓦多 它亦都是公然派兵 阻止了邮毅隊起義 所以其實你看到它全部的部署不同 甚至它對中東的獨裁者或寬容 就是因為它們與中東的財富很簡單 就是有猶豫 所以它們是否很熱衝於在中東 用所謂支持民主的方法 是令到市場化更加推廣到適合它的利益 因為它最重要是油價穩定 對它來說是戰略性 以及金融方面都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當然又貴的時候 我看不到什麼理由美國的生產成本是不上帳 當然這個康門狗就是以色列 所以當埃及沙特總統被他的自衛長行釋了之後 這個部署很快就沒有出頭 因為其實它亦都是在熊以色列的抗爭裏面 它是立過戰功 它亦都是對美國非常友好 所以美國其實是把埃及作為一手 在中近東海邊的不尋航空母艦 就是一枝很實的旗 可以這樣說 當然我們看到現在的局勢 基本上你可以說美國很大程度上都是錯誤估計 就是剛剛之前做的一個節目 其實都分享過 就是和主持分享過都說 其實美國對埃及整個局勢的態度 其實都有一個頗不同的表達 就是開頭就很可媚 就是開頭就是說 當然他都盡量不會插手 但是去到當民眾很強調要求 這個就是穆巴拉克要下台 或者其實開始發現到軍方已經開始 給穆巴拉克壓力 要求他就是要在政治方面有一些行動 譬如說要下台 否則的話有可能令到埃及陷於混亂 而最終穆巴拉克都考慮到自身的各方面 利益之後決定下台之後 那你見到美國去到很後期才支持 就是用一種肯定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 那種立場的那種說法才出台 那所以很大程度上就是說 其實這些資本主義國家 在幕後操縱這些跟他友測 就是他是友好 但是其實他的政權是跟美國相反 就是一些偏向獨裁國家的時候 其實有很大程度上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這個政權是不倒下的話 那當然似乎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如果這個政權出現什麼問題 而作為美國他根本不能夠好像去到冷戰時期 有很強大的軍隊 或者甚至美國可以有一些具體行動 去阻止這些變化發生的時候 那美國或者一些資本主義國家 唯有牽涯雙手 希望他將他… 這個美國的戰鬥沒有必要非常明顯 第一就是… 其實如果你說民主的進程 在九十年代初期 美國侵略伊拉克之後沒有多久 阿伊及利亞就已經是… 伊斯利亞陣線已經是贏了第一次 第一回合的大選 跟著美國人就策劃取消了第二回合 即是贏了第一回合 因為他不夠半數 他再獲第二回合 這個很明顯就是… 他很怕伊斯利亞陣線贏了大選的時候 他整個部署是不行的 其實美國做了什麼 就是… 將拉丁美洲的激進化的過程 或者是… 民主化的過程拖延 很簡單 他在黎巴勒支持這個長商會右派政權 但他亦都… 跟這個敘利亞談好了 就是分開 北部就是… 阿斯伯拉的珍珠教育的勢力 在這個… 沙地… 不用說 阿斯伯拉特全部都是親他 伊朗就是圍堵伊朗 是吧 他分國非常清楚 這一刻就打了 非常清楚 這個… 美國整個策略就是… 維持地區的穩定 保持這個伊斯利亞的安全 就是這麼簡單 以保證他在那區的… 這個… 石油的… 儲備和收益是… 就是越來越好 所以他… 在伊朗不贊成… 在伊朗不贊成… 在伊朗不贊成民主 因為伊朗的政府是… 和我作對的嘛 所以要推翻他 其他地方不贊… 即是… 他口頭上不會不贊成民主 但實際上 所有在中東的獨裁者 都得到他的支持才可以繼續下去 好 所以我想其實埃及局勢變化 當然背後譬如說 究竟埃及本身的… 社會政治… 即是社會政治情況 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其實反而是令到… 即是… 當地人民能夠不顧一切 去到… 即是反抗政府而導致成功 你那次埃及這樣 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統治 大量的財富 因為你絕對的權力 就造成絕對的腐敗 那你大量的財富 在穆巴拉克的執政黨周圍 勾結那些權貴去賺錢 當然民怨非常之深 好像去到北非的特尼斯一樣 所以美國整個國策 就是美國利益為第一 所有政權如果肯跟美國合作 都是會支持的 無論他叫甚麼名字 尊不尊制都好 當然如果有一個情況出現 如果對他更加有利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支持 更加對他有利的候選人 這就是美國整個的策略 至於規制的事情 你看到拉丁美洲已經是這樣做 美洲在有民主之後的國家 全部都規制了一些事情 譬如現在阿根廷整個國家 會剝掉了 剝皮 其他國家都是受到美國的侵略 所以美國在那個州份 因為那個莫瑟的情況不同 所以他又支持獨裁 到後來又養肥了一隻肥貓 就叫做巴西 他就贊成巴西有一個有限度的 民主改革 使美國的資金流入的時候 更加有保證 不會因為那個政權的腐敗 而付出沉沖的代價 這個當然是他在越戰失敗之後 其中一個經驗 就是不會長遠在海外 承擔任何戰爭的責任 這個國策去到老布殊的時候 已經玩完了 再加上現在美國過世 不能夠與六、七、八十年代 那時候去比較 所以美國還有沒有能力 去繼續支持這些親美政權 其實都有很大的疑問 當然其實IQ的事件 無論全世界都有注視到 另一樣其實幾時可以說的 就是究竟國內的人或國內的網民 如何看埃及這十八日以來整個變化 當然有些報道 我們都知道 例如說到在國內的搜尋器 可能是打埃及 打穆巴拉克 基本上你什麼都找不到 然後官方的媒體本身報道整個埃及民主運動的時候 都用一個很低調 或者用一個很短的篇篇報道 然後就是當整個埃及民主運動 跟穆巴拉克差不多要下台的時候 官方才很勉強把整個訊息報道 當然其實通常報道的手法都會是 第一就是埃及經過一連串的動亂之後 就是埃及走路 然後中國官方又重新它的立場 就是我們尊重埃及人民的選擇 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其他國家不要干預埃及內政 都是用中國一貫以來老套的官方能術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一個說法就是 究竟埃及的民主運動 特別我們會見到埃及民主運動背後 有兩個現在經常說到爛的一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八十後 即是埃及民主運動 其實最開始就是有個年輕人大學畢業 找不到東西就擺檔 然後因為找不到食於舌就自焚 由一個自焚的事件 引發到整個民主運動席軟全國 除了加上特尼斯的《莫里花革命》之外 第二樣就是很強調互聯網 在整個運動本身發揮的功能 無論我們是Facebook、Twister等方面 甚至我們在Facebook都見過一張照片 就是它將整個圖像分成兩個部份 左手邊的部份就是埃及年輕人 它最主要是說青年穆斯林那群年輕人 他們用一些網絡的社交工具 怎樣去互通消息聯絡 然後右手邊就是說這個 穆巴克他們有甚麼方法去維持統治 我們會說到80校互聯網 某程度上有人會覺得 是成為了埃及民主運動 或是成為了埃及政治變化的一個造型力量 這個經驗能否在香港或內地複製呢 當然可以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任何的器具 你都要去裝東西才行 譬如大家拿一隻碗 別人要塗水你會塗屎 你會塗屎回來 你看香港網絡的人 討論問題的水平 他用網絡來做甚麼就知道 用網絡來罵別人 你會不會收到那個功效 當然 這個也反映了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人對政府的爭戶未到一定程度 他爭戶 其他人多於爭戶政府 我覺得 在一個資訊流通的地方 Twitter和社交網絡的效用是沒有那麼大 因爲從其他途徑都知道那件事 但是作爲一個輔助 或者一個奇古相當的媒體 是很有前途 當然其實也要看回 我們講回香港的情況 就是 我們主要看基本上 都是報道和政府相近立場的消息 或者政府不想報道的消息 盡量都低調處理或者不報道 以一些社交網站 或者是一些互動形式網站 可以完全補足某一些資訊的缺失或不足 其實長毛之前也說過一件事 或者我自己也相信 就是我們看整個埃及民主運動 其實我有一幕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的80後 不只是看Twitter 因爲別人的運動搞了很久 很多人已經坐牢 譬如穆斯林兄弟會 他有88個議員 他不是小的 他是被人勾勞了 即是他是非法的組織 都有88個人 是以個人的身份加入了國會 你不要看到 別人用那些Twitter 只用那些Twitter才成功 第二你見到別人聲勢浩大 一起上街約 我明天一起約 我上街便跟著上 其實是經過了很長的抗爭 前赴後繼承抗爭 才建立到這種信用 其實就在兩年之前 包括有一次暴動 亦有一次反對麵包加價 大家看的時候 真厲害 我們明天走出去 不是這樣用 不是說 隨便走出去 大家發個Twitter 在Twitter發個訊息 你試試聽內發 有沒有人去 其實所有政治的經驗累積 或者政治信用的確立 其實都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抗爭 抗爭 或者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不會說突然間 今天有人自焚 後日的人便上街 一定是一個很長時間 對政府 特尼西亞 好像是特尼斯 亦有一個大學生 因為找不到食 去賣小販 經常被人捉 去自焚 香港人自焚 沒有自焚 我不是叫大家自焚 但你要明白 不僅是Twitter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 而是它有一個素材 不是說 你拿了一個器具 拿一個碗 就自動有水 看看你煮什麼水 下雨的時候 有沒有放一個碗 出去裝水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說 有隻碗 摸碗摸碗 就自動有水 我覺得 香港的 80後 可以說 他在幾次的論述裡面 是沒有說清楚 香港的問題 我覺得 他沒有心機去解決那個問題 這可能是香港的政治的冷漠太厲害了 所以他們用了另一個方法去包裝 什麼城市規劃 市區重建 當然這些問題其實到最後 都是不外乎政治權力 和經濟成果 和社會資源的分配 是否一點到題 等於很簡單 80後很流行的就是搞所謂地標政治 所謂地標政治 這個做法其實很有局限 第一 如果你找不到地標 第二 這個地標政治 其實 在很大程度上 要有危機會員 好像搞公運 例如蔡元村 你要有一班 他處於危機的人出來鬥 所以地標政治 其實不是隨便可以搞 好 所以我想埃及民主運動背後 對於香港 甚至對於國內的可能社會運動 參考價值是否非常之大 我覺得很大 如果以大陸來說 因為大陸跟埃及相似 會發生這件事 可能會被罵 如果以大陸來說 會發生這件事 但要一個全國性的危機才行 大陸在將來面對的危機當然非常深刻 我認為世界資本主義 全球資本主義的復甦 其實不是全面的復甦 第二 就是有些問題根本未解決 如果全球資本主義的強國出現相抵衰退 我相信大陸今日現在的經濟政策 是不能再行通 即是大陸的變化很大程度上 就要看國內的經濟會否有一個很急劇 和一個很快地轉化的一個趨勢 才有一個可能出現變化 因為你要是一個比較深刻的衰退 令到政府不能夠不露出它原來的面目 即是說其實它的職能不是去為人民謀福祉 不是為勞動者謀福祉 相反在危機那裡找他做替罪高揚 沒有一個那麼全面的民憤 第二個我覺得在埃及城的運動裡 就是不可以少看普通人 我覺得香港或大陸的知識分子、學者或政治人物 是很不信任群眾的 其實擔心他們亂 很簡單 在這個天安門1989年的時候 我記得廣場初初都不讓其他人去 是自然之學生去 怕混亂了 怕運動不夠純粹 怕群眾太激動 搞亂了他們的運動 你看看埃及如果是這樣就死了 是吧 是吧 這個很簡單 這個 在六四之前沒有幾天 有三個湖南人去北京支持他們的時候 就扔那些爛鳥和雞蛋 扔到毛泥東場那裡 當時是被廣場之外捉了 拿給共產黨 是呀 是呀 他們判很重刑 我覺得將來出現的時候 有另一個教訓就是 你不能夠太看小普通人 其實你說 我們說你怎樣煽動Twitter Twitter就是對所有人都有用 你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講 你又怎樣去劃分 就是哪個人是有權參加的運動 哪個人是無權參加的運動 特別你剛說到現在就是 新的社會運動根本 基本上就是沒有一個所謂很明顯的領導 也都無可能就是我給你玩 我不給你玩 你不是自己有 我不給你玩 你自己有我給你玩 不是一個不能夠再一個 這樣的方法去操作 將來可能會是 埃及都會 譬如在第二個回合的鬥爭 因為埃及現在的鬥爭很簡單 就是軍方會不會交回權力出來 或者交回權力出來的時候 是否還是維護七美的建制力量 這是要拭目以示 因為自發的鬥爭 鎮壓那麼全面的時候 很難見到權威 但是搞一搞下就會有人 會磨頭出來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說 在抗爭的過程裡面 他得不得到那些參與群眾的支持 即使他們是自發地來的 但是他主要一天自覺 自覺的話 他就會自覺地選擇 某些代表他的人 剛才你說阿及民主運動 當然另一件事 其實我也想抽水 很多人就說 如果阿及民主運動 那些中堅比較領袖 少少的人 變了香港民主黨 根本阿及民主運動 是不可能成功的 很簡單 如果你說施奧華 就不可能成功 因為施奧華在1989年6月7日 根據我現在自己說 就是召開了三百運動 當然那個三百運動 其實當日的對抗意味很小 我相信共產黨可能不想發生 因為這個可大可小 因為當時局勢還未很穩定 如果這次三百運動 過百萬人的遊行 不僅對他念上無光 因為全中國已無法這樣做 原本應該是 全世界華人罪居地 最多華人罪居地之一 除了台灣之外就是香港 即使出現過百萬人的示威 如果他仍然罷工罷事罷貨 他當然很不開心 話說當時 在三百運動之前的 一晚不知兩晚 我忘記了 是星期一或星期二 我記得是星期三 發生了零星騷亂 在九龍旺角區 第二就是 鄧連儒好像告訴了 有百多個大陸人下來 他們又沒有親戚又沒有朋友 在大陸都恐怖有力 在酒店那裡住可能要搗亂 亦都有說可能對當時港支聯的領導不利 那斯奧華自己大事大勇去召喚 他們就要討論 百多人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百多人可以去搞亂一個百多萬人的遊行 是被聽過的 第二 如果你真的要保護群眾 你都可以上街和他們一起去遊行 因為你叫出遊行你怎知道要叫出 你叫出遊行最能夠估計的結果 就是你不需要為那件負責任 你亦都不會在公眾場所浪臉 我只想了兩個字 你記得那天那些人都沒有聽過說 在新華社門口破紀錄有百萬人簽調刑冊 曾建成、牛亦都是那天成名 是因為他搬了很多一卷卷的電腦紙出來簽 你好像遷事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那你當日都是有百萬人上街 那些人會不會出來搗亂 當你咬回頭就說 如果我們沒有call off 那些人會不會出來搗亂 不可思議 如果他要搗亂的話 在那天搗亂就最好 因為沒有領導 連大聲音都沒有 想喊都不可以 想指揮都不可以 如果真的要搞亂香港 那就是要搞亂 你走去是不會令到那幫人搞亂香港 最值指引的就是 如果那百多人搞亂香港的話 如果你說埃及是司徒華領導 那一定不會的 為甚麼呢 他只不過是暗地裏要破壞你的運動 而埃及是宵禁的 是說明要粉碎你的運動 是否格殺勿論 軍隊 那大肆大勇大勇 去到某些位置 去到某些關鍵位 你決定錯誤 原來你已爭取底 大家對他都有明確的評價 這集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保重身體 拜拜